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分享他如何抓对时机 看准商机 成为行业先锋的宝贵经验 罗总 你好 首先说一说 这个罗总称号怎么来的 这个罗总称号是 自从我开发了防疫产品 在马来西亚的中国批发商人 就跟他们的长期合作 一路以来 他们就成为我罗总 这个称号 因为这是在中国的一个称呼 那跟中国人合作你觉得难吗 跟中国人合作 他们是很快速的 你不可以慢的 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诚信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假如你一次的欺骗 或者是达不到他 他们就不相信你了 你就不可以再合作下去 对 你刚刚说的第一点就是节奏很快 对 他们节奏很快 要很快地做决定 对 你很快做决定 你要汇钱也要很快 你要出货也要很快 谈生意需要喝酒吗 喝酒 因为在这个疫情嘛 通常都在这个微信 他们都是常用微信 或者电话 我们都有一起喝酒的 是 那刚刚提到这个防疫用品 是因为罗总的公司呢 就是批发这个 还有售卖防疫用品对吧 对 我们有批发或者零售 对 暂时有两间的零售店 Golden Phoenix Trading 对 主要就是卖这些防疫用品 包括说我们这边看到的口罩 还有哪一些呢 口罩 测试盒 消毒枪 消毒药水 面罩 消毒机 喷雾机 空气 消毒机都有 是 从小样到大样都有 对 就是专卖 唯一的是专卖实体店 反正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都需要用到的这些产品 对 也算是看准这个时机跟商机对吧 对 那你看准时机跟商机 意思是说你在经营这个生意的时候 应该是比较一帆风顺的 是这样吗 在这个时期 你要用最快的速度 抓紧第一手的批发价 你就可以达到唯一的市场 你才能达到最高峰 全部来给你拿货 就是这样 你是在什么时候成立这家公司 在上一年三月就疫情嘛 三月十八号 嗯 没有错的话 2020年三月十八号 对 所以我结束我的餐饮业 就是酒吧 然后就疫情啊 没有工作嘛 大家都没有工作也没有地方去啊 是 哪里都去不到 然后我就看了这个行业 好像可以发展 所以就看了口罩 口罩每一天一人就戴一片 就看了这个市场 每个人都戴一片 这个市场会越做越大 对 上一年的十月 2020年十月 是先爆发了消毒枪 是 这个消毒枪是有电线的 它是要插电线的 因为现在是无线的嘛 是非常方便的 以前是电线的 那时是很爆发 每个人就好奇嘛 这个东西新鲜嘛 每个人都会去买 就陆陆续续了 在上一年的五月份 五月份就是口罩 在另一段的高峰期 之前我们一开始 肯定是跟这边的批发商 马来西亚人也是有 马来西亚商人也是有 中国商人也是有 他们拿货 到了一周的时间 口罩缺货 嗯 中国进不来 对 所以很多的小代理啊 中代理啊 批发商啊 原本它是批发的 在楼佛拿货啊 在马六甲拿货啊 都缺货 嗯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就找到一个源头 也是中国了 所以我们就拿到这个市场 爆发了 一天可以出到四万盒 哦 一天可以出到四万盒 从早上等到晚上 很疯狂的 全部在那种代理啊 小代理啊 大代理啊 就是拿着一个 bag 拿一个钱里面都有几百千 就是来要拿货 嗯 你怎么找到这个货源啊 一个传一个吧 我们一个传一个 就是马来人啊 他们很快啊 我们做马来西亚 华人市场也是有 是 马来西亚呢 他们是一个传一个 然后我们有商业的群组 嗯 就是他们马来人他会加加加那种 小代理大代理进去 所以谁有货就是王啊 你发出一个信息出来 我有货 全部就融入你那个地方找你哦 嗯 另一方面也是 还有一个高峰就是那个手套 是 手套跟口罩这两个都是一个 爆发的产品 这两个翻译的 嗯 不管是马来人 华人 印度人都好 在上一年的五月六月 全部销售这个手套跟口罩的行业 嗯 那你在成立这家公司 是花了多久的时间就成型了 成立这个公司是在上一年三月 我已经成立了 因为这个公司一路来就有在运作了 哦 因为之前我是一个师傅 武师的团体 嗯 都用这个注册的在运作了 嗯 当时是有别的用途 对对对对 那现在就做这个防疫用途 对对对对 那意思是说其实你成立的这家公司 基本上就是一直给你带来 源源不绝的收入 对对对对 嗯 可以创造很多的收入 就创造很多的收入 就是说在我这个年纪吧 都有迷茫的时候 嗯 就是说不懂要做什么 或者是你失败了 我不懂要从哪一个关口出发 所以当你时机一到 或者运气一到 你要抓紧这个时机 嗯 你假如你浪费了这个时机 你还在停留这个时段 放不下之前的 你就失败了 嗯 你刚刚说你自己 曾经有一段时间 是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对对对对 我是从毕业 中学毕业 我是读靶生新旺中学的 中学毕业 98岁吧 98岁 很多朋友啦 都在就业读那个学院嘛 但是我没有 我就去开了电话店 哦 开了电话店 就很快的速度 那时也没有车 因为刚毕业嘛 是 就大巴士 嗯 拿了四五个背包 全部里面几百粒电话 哦 就去大巴士去开店 然后就三个月到四个月了 就开了 差不多 总共四家 哦 就很拼搏 嗯 就不管 不管了 就这个年轻嘛 找出来做老板了 嗯 所以 你不要等到 人家已经读万数了 你才来做老板 就慢了 所以这点很重要 做生意也是要看 天时地利人和吧 就刚好那个巴士总站 我们巴士有一个巴士总站 就是 呃 最多人的 最多外劳 华人 马来人 每周的百六礼拜 都是爆满人的 嗯 人山人海的 因为外劳啊 他们来我们的马来西亚做工啊 都是 做工罢了 建筑啊 做工 然后只是 玩电话 嗯 以前的年代电话 Nokia 就是他们最 疯狂的时候 嗯 然后 就在那时 这个巴士总站 就要搬钱 嗯 在另外一个地方 然后 也在这个时候 政府也 抓外劳啊 嗯 所以 就那个地区就慢慢的 没有人潮 所以就一步一步的 就结束这个手机的行业 嗯 当时的这个创业基金来自哪里啊 所以我一出来 就跟我的父亲 就组成一个师团 嗯 因为我的父亲是精通武师的 是 武术 还有是中医的背景 我们就开始了这个武师的行业 啊 对 所以就地匚金 就武师那边就拿到这个资金 嗯 就刚好 我的第一年 第二年就我爸爸就是去世了 OK 所以我就趁这个机会 拿了这个笔资金 来开了这个手机店 嗯 你是最小就学这个武师吗 对 我从小就学了这个武师 哇 就先学武术 过后才学武师 还会武术 对对对 没有参加比赛 有去比赛 就我家里有三个兄弟吧 我是跟我第二个哥就学武术学的 嗯 应该是吃了不少苦啊 学武术 对对对 武师呢 还喜欢吗 进入了这个中学嘛 嗯 就刚好这中学是华生独立中学 他们有武师队嘛 全马可说是最多师队的一间学校 嗯 所以我们就陆续的每一年都是出队 新年都是在出队 对 所以毕业了 我也是在出队 组成自己的师团也是在出队 是 到现在也是在出队 哦 人家称我是Master Kevin Law 我师父就是说 现在我武了二十多年 嗯 嗯 真的很感谢你继续传承下去 对 因为我发现到很多武师的团队呢 其实里头大多数是有足同胞 对对对 对 为什么会这个情况 是不是我们华人不太爱自己的传统文的话呢 不对不对 是说有足红包也会来参与我们 嗯 有马来人 印度人 可能他们喜欢这种 这种野气啊 这种鼓乐的东西 他们喜欢 它是一种艺术 对对对对对对对 哦 可是很多华人子弟就好像不太想要学习 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趋势呢 有 比如说你华人有在鼓的 比如说跟我同睡了 同年龄的 在学校出来他也是继续跟我一起鼓师 在我这个年龄啊 不要讲老师父 都鼓了十多年最多 或者鼓了五六年 他们就停了 嗯 不像我 因为这个师团是我自己的吧 是 是我爸爸传下来吧 所以我也不能停 一方面 第二 顾客的方面 嗯 就是说我们去鼓的时候 就是大公司啊 比如说那种 Melliam Kwan HP30 我们说我们派那个徒弟下去鼓 他们会说 假如你们派徒弟 我们就不行了 我们可以请别队 就没办法了 每一年就 一定要下场 从早上五到晚上 是 哦 所以你现在还是要保持着 就是每一天都要去练习一下 经常 新年要到了我们就要进行练习了 嗯 平时我们也是有说对的 可是这两年应该不简单哦 对 这两年就休息了 也没有办法去武师啊 对对对 那这些武师团的成员怎么办 一定他们是有自己的工作啊 或者有些还在读书啊 武师给你最大的成就是什么 把自己的最好的一个功夫 或者一个艺术传达下去 刚才罗总提到 第一次创业是18岁嘛 对对 18岁算是中午毕业了吧 对 然后就是做手机店 对 那维持多久 三年左右吧 嗯 维持了三年左右 当然就是也是赚到第二桶金了吧 对 嗯 这样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去花费吧 对 有进有出啦 对 有进有出 就是在维持你的生活嘛 嗯 那那个时候要结束这家生意的时候 会挣扎吗 肯定是会挣扎的 然后就进入了这个餐营业 就是酒吧的行业 嗯 是怎么样的一个创业呢 这个酒吧的行业是比较复杂吧 嗯 就认识了不同的老板嘛 商人嘛 所以你很有经验你才可以去经营这个酒吧 嗯 因为都说嘛 在夜场的生活就比较复杂的 是 所以就跟我的最大的哥哥就进行了这个酒吧了 嗯 然后就遇到一个老板 说他这个酒吧不能做了 嗯 没生意了 就找到我们 嗯 因为他觉得我们的经验人脉有一定的 所以我们就接管他的酒吧 嗯 所以从事这个酒吧的时候呢 我们也拿了不少的经验 也接触了不少人 认识了不少人 这一方面也不错啦 第二次也开了第二间酒吧 哦 对也接收了第二间酒吧 嗯 在那间的酒吧也是一样 就说你酒吧 你没有生意 你要怎样搞生意 嗯 你要用很大的资金 你的装修啊 你的环境啊 就要一直在提升更新 在节目上要放 就多元化 多样化 对 比较多元化 对对对 就维持了三到四年的时间吧 嗯 这个餐营的酒吧 就刚好新年 就有问一些的人意见 老板的意见是说 我这个酒吧的行业 可以再继续嘛 嗯 嗯 始终都是自己拼搏回来的 是 但是他们给我的意见就是说 你结束吧 所以做什么东西就是说 我们要拿一个决心嘛 嗯 要拿得起放得下吧 是 所以哦 我就在三页头就结束掉 不管了 就结束掉 嗯 其实心里是放不下了 是 因为是第二次的结束 对 第一次是对话 第二次这个酒吧 嗯 就很难放得下 嗯 还是决心的 放弃吧 嗯 结束掉 那你当时也是认同说 酒吧很难做吗 很难做 嗯 假如要再创一个高峰 你要拿更多的资金出来 嗯 你要几时回本 嗯 没有这个时间 那你觉得 他难做是先撇开这个资金 对 那你先说 本地人他们对酒吧的要求 是不是越来越不一样了 不一样 或者说越来越多要求 多要求 对 以前很单纯只是喝酒而已 对 后来就有人唱歌 有人唱歌 再来就是丢飞镖 对 那还有什么花样可以做 飞镖还没有 是唱歌 后后是撞球 飞镖 然后就乒乓球 哦 多元化 嗯 所以你的资金一直要增加 还有人手 嗯 你没有人手也是不能 嗯 竞争也很激烈 你一路来做这酒吧 肯定是有新的酒吧 新潮流的酒吧 嗯 一直在开一直在开 对对 你就输给他们了 所以在当时的一个决策 就是说结束吧 嗯 那也刚好啊 搭上这个疫情 对 那你就开设了这一家公司 就Golden Phoenix Trading 对对 那一开始是有实体店吗 嗯 一开始不可能是开实体店 嗯 就我们放上网上 就找顾客 我们的来源的顾客 都是在面子书 哦 面子书和之前的顾客 就是酒吧的顾客 然后还有50的顾客 公司的顾客 嗯 所以我们一开始是打面子书 或者是送货 在这个疫情也不能出去 也不能什么 只是我们可以送货 嗯 因为我们是做这个防疫产品嘛 政府也给我们可以过 是 从早上送到晚上 嗯 一睡醒 订单就来了 对 顾客就先来了 顾客们他们都很紧张 要第一时间拿到这个产品 是 怕那种疫情啊 危害他们自己嘛 嗯 所以要快点消毒啊 对 所以第一时间他们就要快 我们的宗旨就是说 用最快的速度 来服务他们哦 网络啊 很多 利用这个东西来欺骗 是 啊 进了钱没有货 是 所以很多都要货到户款 嗯 我们从送货 古中 吉隆坡 招类 中埃龙 嗯 不参加亚 可以讲全马跑到完 是 啊 还没有到那种外区 嗯 整个雪龙地区 雪龙地区都跑完了 嗯 就用最快的速度送给他 是 然后早上你一起生 八点多 准备了一下处分 然后做工 就到晚上十一点二点 哦 有时还没有时间吃 早餐啊 哦哦哦 到晚上七点多来吃 都是你一个人在做 之前一开始就跟我的 另外一半 还有酸菜里面 我跟我的 哥哥 过后就 跟我另外一半 因为一个人也做不到东西 就两个人 所以我们就分配工作 两个人 一个驾车 一个去看位置嘛 嗯 所以每一天就重复这个工作 因为当时 还没有想到开那个实体店 因为在疫情嘛 对 所以你有了赚多少就赚了 嗯 所以在这个行业开始的时候 我是用零资本 因为之前的生意已经结束了 是 都没有这样多资本 还有很多的 commitment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在这个疫情 看了这个商业 商机 但是在我这个时候啦 嗯 都很多人会发生这样的迷茫的 嗯 就是说哎呦 没有资本 要怎样做生意 是 或者是人家讲 很多人在卖哦 你还卖咩 不能卖 嗯 就是你要自己做一个决心 从我这个防疫产品啊 第一个生意 我就很幸运的我接到一个单 第一个单 蛮大单的 就是消毒药水 我们一开始是消毒药水 就一个工厂 帮我订那个单 就几十桶吧 嗯 就要几千块了 OK 所以 假如没有资金要怎样啦 嗯 在我这个年纪啦 或者是任何一个人啊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了 就是讲哎呦 没有资金哦 对 我要怎样拿这个货 然后我要怎样成交这个生意 嗯 我就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 就是说在这个厂 拿货的 这个批发的 嗯 药水的 他是马来同胞吧 我就跟他讲 我不认识你嘛 也是在这个疫情嘛 我给你钱先 或者付款先 但是你没有出货给我 怎样办 我也不认识你 所以我就大胆的做了一个决定 你出货 到我这个工厂的顾客 我就直接付款 嗯 就在这个第一单的交易的时候 非常紧张的那个心情 嗯 获到那个公司 又很慢的速度 付款就怎样办 是是 就失信了嘛 嗯 因为第一次交易嘛 不可以失信 对 所以非常紧张的心情 就做了这个第一单的交易 嗯 非常顺利的 获到很快的付款 过后就陆续的 发展这个防疫的产品 嗯 然后你在发展这个产业产品 你肯定是要筹备你的资金啊 是 筹备你的人脉啊 刚好在这个时机 就遇上一些批发商 嗯 就是我以前50的顾客 啊 就刚好 去到他们公司 哎 你也是做这个防疫 哎大家好你好你好 就接触了 大家就配合了 嗯 那时他就信任我嘛 嗯 因为我是一位师傅嘛 对对对 所以就交货给我 放货给我 嗯 就一路地在运作这个防疫产品 嗯 所以过去的这些经验 其实对你都很大的帮助 不管是在武师 对 在酒吧的生意 对 或者是手机店的生意 对对对对对对 嗯 不同的经验 对 就用在这个时候啦 在今年的四月份 叫2021年的四月份 对之前都在一路来 早上送货到晚上 就跟我另外一半 讨论了这个问题是说 我们想一想再把生 嗯 因为我是追逐把生吧 因为把生人口也是蛮多的 嗯 然后我就想了一个大胆的 开这个实体店 嗯 全把生唯一间批发实体店 开没有人有的 嗯 看可以做一个最高峰出来 是 OK 在这个时期哦 肯定是有周围的人 朋友啊 亲戚啊 家人啊 肯定有一点不鼓励吧 嗯 或者是说 嘲讽你嘛 就是说 你在这个时候疫情 人家关店 嗯 第二点你要想清楚 嗯 因为开业不简单嘛 你要人手 要资金 不可能你开了两天 你关掉 所以他就叫我考虑清楚 嗯 但是我还是坚决的 直接开启这个实体店 嗯 生意做得不错 OK 每个人都是开了实体店 不可能你一开就爆发了 嗯 不可能了 要守一守 守一守 嗯 就是说一开始 一样还是送货 嗯 一样做回之前的东西 是 还是送货 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开了店 对 然后到了五月份 嗯 2020年五月份 就是在这个市场的 这个批发市场的 防疫市场的 是最高峰的时候 不管是华人 马来人 就陆续的 来跟我们拿货 嗯 就那时一开始 高峰的时候 就完全没有时间 出去送货了 嗯 已经是利用那种 送货员啊 送货了 他们来拿货 嗯 因为你有实体电脑市 就他们拿货 有些 他们没有太远的话 他们就用运输的那种 送货员送货了 嗯 在五月份 达到最高峰的一个时期 嗯 这样花没有白日开吧 到六月份 疫情 嗯 EMCO 大家都不能出吧 嗯 什么行业都不能开 是 那个是最严重的一个时期 然后我们的行业 幸好有一个Softy 就我们有那个MITI的SYN 就可以开店 因为有委任那个SYN 我们就可以开店 是 然后一方面就是政府人员 也在从事这种行业 嗯 他也鼓励我们开店 嗯 所以我没有办法之下 我们也开 只有我一间开店 是 全部关到完 在这个防疫 然后 在六月份的时候 就达到一个软慢期了 嗯 因为每个东西 你爆发的 肯定是会一个软慢期 那私消毒枪 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的存货应该是有四五千只 哦 那怎么办 怎么办啊 到时卖不出就没有办法咯 其实 然后就在这个时候 我就划这个面紙出 就划到刚好一个网红 这个网红就刚好有一点名气吧 在那时的时候有一点名气 我就信息了他 嗯 我也没有想到咯 我一个纯粹的一个信息他 你有兴趣吗 来我们做一场直播吧 嗯 因为直播是非常爆红嘛 是 就邀请他 他就很快的回复了我 嗯 然后我们就合作了这个直播 这个直播他来的是非常不错 就也开发了我这个行业 更一层楼了 在这个时候 就每个人就称我罗总 知道了这个人物在这个防疫产品了 是 所以陆陆续续的 到了八月份 又在上最高峰的时候 嗯 那时是马来的市场 变得更广大了 嗯 在五月份的时候 马来人还没有卖这个防疫产品 是 不是很广大 他们觉得这种消毒枪啊 消毒器器啊 他们没有去接触到 嗯 所以他们没有去批发 零售这种 是 到了八月份 不管是小代理 中代理 批发 代理马来人 都全部融在这个防疫产品 嗯 没错 在整个圈嘛 你可以去到哪里都有马来人在卖 嗯 不管在一辆车 他们知道去哪里 车里面都是防疫产品 嗯 这样开起来就卖了 在那段时间 我的消毒药水 一天可以出到四千桶 五千桶 嗯 就非常高的这个数量 那罗总你 你怎么看接下来 你这个行业的一个趋势呢 这个接下来就是 每个产品都有高峰期嘛 肯定也是有到软慢期 饱和期 到了这个 10月11月就饱和了 嗯 所以在每个行业 你都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嘛 嗯 所以我在这个行业 我就只能接受 因为在高峰期的时候 我已经开了两家零售店 嗯 一家仓库 嗯 就三间的实体店了 是 所以这时候就软慢期了嘛 就让我们停一停咯 休息一下 想一想 有另外一个关口可以出发吧 嗯 但我觉得这个防疫用品呢 还是有它的需求 对 不管这个病毒 是不是继续存在 或者说有一天它突然间消失 我觉得都提醒了大家 一定要做好这个防疫啦 或者说卫生方面要提高 肯定 所以我觉得这消毒的器具 还是有它的市场 对 这个还是有它的市场 嗯 只是说它的高峰期 不懂几时在爆发 是 但是我也不希望 它爆发 对吗 我也不希望这个疫情在爆发 是的 没错 对对对 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对 今天非常感谢罗总给我们的这个分享 因为在他的身上呢 我们看到就是 你抓对这个商机啦 跟这个时机 其实你抓对了 你还有一个就是要果断地做决定 对 在罗总身上我们就看到了 再次谢谢罗总先来分享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本期节目非常感谢 Wyming Marketing的友情赞助 Wyming Marketing自1969年以来 作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最大装表公司 企业客户包含Genting Highland Xerox Maxys Digi Selcom Merry Group Hotels Inti University等企业 也荣获SME100大马快速发展企业奖 和JCI国际青商企业创意奖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浏览 www.yming.com 获取更多详情